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昨天所讲的内容里面 已经获得了下满人身 下满人身没有得到的过失 得了以后不能舍弃 一定要精进 这个道理后面再继续宣说 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说 我们已经获得了下满人身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我下面的人身确实也的确难得 这个是昨天 不管是从线下或者圆满 两方面来进行观察 凡是有智慧的人会感觉到 人身的确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但有些人也可能这样想的 即生当中人身不是很容易的 但也不用紧吧 现在我已经得了这样的人身 修法慢慢来 有些人就经常 尤其是有些在家人 再过几十年以后 让我退休以后 再好好地学法出家 或者是我孩子读书 成家 造工作以后 再可以进行修持 或者自己觉得 我现在把这个声音搞完了以后 我做这件事情圆满成功之后 我才开始发菩提心 或者受菩萨戒等等 有很多人把自己的修行 一直推到最后面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先做 不太重要的事情后面做 只是我们稍微有智慧的人 选择实施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全部拖到后面 很多人后来没有机会 学这个法 或者说 修行的机会就没有了 然后没有必要的世间八法 或者世间的各种说事 很多人当下就做 有这种情况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社会上 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我感觉 所谓的出家人 真的还是很不错 很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事情当中 现在学佛的事情放在地上 不管是你刚开始出家的 动机是什么样我不管 但是现在除了学佛的事情以外 一般来说 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 我现在搞世间法师放在地义 然后再过以后 我就开始学佛 这种想法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很多的这种约束和 很多前因的线基本上都断掉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 就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有些在家人的确是 也自己前世的业力 再加上今生当中 自己的发心也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还想不开 看得比较重 不能放下 关键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对自己的财物放不下来 有些对自己的感情放不下来 有些对自己的家庭 父母等等 也舍不得放下来 这样以后自己学佛的 非常重大的这件事情 往往都会耽误了 往往都不能成功 所以我们获得人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应该要终结 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 然后以后未来的前途 我觉得也要考虑 也要考虑 我们一般大多数的人 就是短暂的人生几十年 都在考虑 这是大家都可以看清楚 我人老的时候 我对吃饭怎么样 然后我生活怎么样 住处怎么样 好多方面会考虑的 可是世间人大多数都是 我这一辈子过了以后 然后我该怎么办啊 主要的精力 放在这方面的人 你们也可以看一看世间的人 有多少个人 每一个人一方面所谓的学法 并不是光是看别人的过失 应该每一个人扪心自闻 看看自己的发心当中 每天都在想的是什么 可是有些高僧大德 完全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经常在课堂上 是这样讲的 对我来说 我对来世和今世 应该是把主要的经历 放在来世的准备上 可是我们很多的后学者 是不是这样 每天都是 我们可以终结自己的世间 当然作为出家人 我觉得的确在这个上面 还算是好一点的 闻色的 念经的 各方面也有一定的时间 而很多的在家人的确是 生活可能有些上面 自己也没有自由吧 有种种原因 因此我想提醒大家 我们短暂的几十年很重要 就是乃至生生世世的 未来长远的目标 这个是非常重要 大家 凡是有智慧的人 不得不考虑 那么今天如果有些人想 获得了这样的人身 我以后慢慢学法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吧 这样想的话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 我们人身永恒地 一直永久地 在这个世间上留存都可以 倒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这个世间人身的 这几十年非常短暂 所以说 作者就这方面 作了一些开始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纵然我们现在 没有什么疾病 吃的穿的 痒痒都齐全 没有什么缺的 然后人和非人 其他的什么违缘 都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的宿命 差那性的 无常的 而身体也是 就像借用品一样 就是暂时的一种物质 所以我们千万都不要 认为我以后才学 我以后才好好地修行 千万不能这样 什么时候你想出家 立即要出家 什么时候想学法 立即要学法 并不能一直拖下去 如果你一拖再拖 最后这种修行的机会 被风吹走了 没有了 所以非常可惜 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 出离心 菩提心的时候 当下发觉心 一定要认真去求学 因为我们知道 一方面讲 现在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啊我现在可能不会死的 我现在身体是如是好 什么病都是没有的 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疾病 而且我现在生活 样样都积卷 风衣就食 吃的穿的 什么都有的 再加上我的生活 工作也好 生活非常顺利 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损害 在这样快乐的时候 怎么会有马上死亡的情况 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慢慢慢慢来 以后再修行吧 如果有这样想的话 这种想法是一种邪见 必须要断除 如果你没有断除 那这样的 拖延的心态 始终我们的殊胜佛法 是不能修成的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 为什么我们是无常的呢 首先是我们依靠生命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就是同类的相续 不断地存在的 一直连续不断地 在我人的话 在人道当中的同类相续存在的 一种法叫做寿命 可是我们在人间当中的寿命 并不是非常稳固的东西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了 所谓的生命 就像是过山的水一样 过山的泡泡水一样 一刹那都是不停止的 不停止的一种东西 然后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也可以 不管是看别人也好 看自己也好 所谓的命 它是一种一瞬间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坐车的时候 可能有感觉到 前一刹那活在人间 后一刹那在离开人间 坐车的时候 都是有时候非常害怕 因为大家也可能清楚 现在一方面科学比较发达 大家都是依靠各种城区 也有达到方便的目的 但是一方面 现在一般一年当中 出现交通失果而死亡的人数 全球上大概有五十多万人 包括中国每一年都是有十万多人 交通失果而死的 那么我们有时候说 今天我不会死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 经常坐车 这种现象比较多 如果这样 前一刹那你活在人间 后一刹那 就完全都变成中医生 有这个可能性的 这样以后 不管是乘车也好 或者走路也好 任何一个疾病突然爆发的时候 马上都会死掉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同学和老师聚聚的时候 因为我们班里面 现在出家的我们有两个法师 除了这个以外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说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我身边的两位大师 也肯定会见载的 我感觉我也是见载的 当时我一方面想 也许有这个可能 不敢说没有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虽然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无常观得不太好 因为肯定是见载 这肯定是 肯定肯定不下来的 我说是肯定肯定不下来的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也是在过十年 或者明年现在的时候也是 我一定会存在的 这种念头 包括我们的宿命也好 身体也好 从那方面来讲 绝对没办法下决心的 既然这样 有没有可靠性呢 的确是没有可靠性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对无常观 道理上是明白 总有一天会死亡的 但每个人像无常的这种观念 在心里面期限的时间是很短的 有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 真的是无常的 我会不会死啊 但是这个时间很短的 可是真正学一些 大乘佛法的有些修行人 坐在山沟里面的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始终都是观无常 不存在的可能性 经常想得多一点 所以他们对未来也好 除了修行以外 世间一般都说 没有多大的兴趣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诸高僧大德们 修无常是最关键的原因呢 也是这样的 而世间人们从道理上讲 你没有理由不死啊 这样说道 对对对 也许会死 但是会死的想法 可能很暂断 很短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有些人 应该观无常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法师 宣讲大圆满 信心修习 大乘 我提醒大家 你们方便的时候 一定要修 所谓的这个法 如果没有修的话 的确是光口头上这样说 口头上嘴巴再怎么样回缩 也是到时候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没有用的 我们表面上看来 所谓的无常 所有的佛教都会 口口声声都可以说出他的一些道理 但是你没有修的话 心里面一点概念都是没有的 大圆满禅定修习 里面引用了《华严经》的教证 里面的这个比喻就是说 我们 比如说有些人他是笼子 他放音乐 乐器非常的好听 可是他自己同来都听不到 不修法的人就是这样的 有这种来比喻的 所以我们口头上光是 给别人说也没有什么用的 因此你们现在大圆满信息修习 大尺寿前面的这些 每一个引导可不可以 大家每天都是好好地思维一下 不管是寿命无常也好 人生难得也好 这是口头上说起来 大家都说得来 我也说得来 你们也说得来 任何一个居士 谁都会说得来 可是真正在实际行为上 有没有观无常 确实是无常刹那间的东西 我现在马上要修行 不然这个寿命是那么快 人生是那么难得 我明天离开了人家 我怎么办 后天离开了人家 怎么办啊 首先都是有这样的准备安排 自己的修行 肯定临时的时候也不会后悔的 因此你们今年下半年 我们一边学习大尺寿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实修法 前面也是可不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想一下 很多道友每天都是想修一个引导 也是慢慢慢慢这样修下去 对你的内心当中 真的有很大的收获 为什么我们这里很多人 修行密宗 修行菩提心 一般在修行当中 不会出什么事情 原因就是大好基础 如果没有大好基础 在别的有些地方 就修了几天 修凤文明典 没有大好基础 开始修很高的一些法样 最后出现一些问题 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当然你们其他的有些机会 有方便的话 我觉得菩提心和寿命无常 人生难得 这些道理没有什么 不会修的 一定要修 但是这个修行还是要靠自己 别人再怎么样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自己没有一个自觉心 恐怕是不行的 所以每天你早上起来 或者晚上睡觉 或者中午在哪一个时间 自己对自己安排 每天都是对这些殊胜的法门 稍微修一点 这样一方面你的修行 绝对不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 另一个方面 你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回顾自己人身的时候 哦 我原来加行的基础 大好乐的原因 所以我现在的见解 也是很稳固的 而且我对三宝的信心也好 不管是自己修行的见解 都会出现的 都很圆满的 所以我们修无常 非常的关键 然后它这里身体 刚才一个是宿命方面来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理由 我们宿命永远都很常存在 没有起活性的呢 实际上是没有的 宿命肯定是 不要认为它是常有的 它肯定是一种起活性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靠的 今天我睡下去的时候 明天早上根本没办法起来 已经死完了 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我今晚上死了怎么办 时时刻刻 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无常观 那么你的修行 自然而然会好的 你对世间的任何一个 比较兴盛 圆满 美好的一些事情 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就像是患丹病的人 看到一些有利的食物一样 会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借用品 藏文当中 主要是用借用品 比如说 我这里别人给我借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暂时借给你 但是我要的时候我自己带回去 那这样的话 那么别人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根本不知道 他来的时候 我有没有权利 你不能带啊 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呢 根本不可能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身体 所谓的四周阎罗菌 什么时候带走都是 我们任何人也是没有把握的 也许我明年现在之前 明年现在的时候 我的身体四周阎罗菌已经带完了 带到石头林 然后什么肠子 内脏全部都是让老鹰吃 什么烟柱 这些都是让乌鸦等等 很多的这种飞禽 全部挖住吃着 那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考虑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它是永恒的存在 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呢 的确是不是的 因此现在世间当中 天天都是忙忙碌碌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斩断这个人身 你天天忙忙碌碌是有没有 为了修行而忙忙碌碌 我觉得是没有的 很多人是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为了修行而忙忙碌碌的话 那你再忙 再怎么样也是值得的 为众生的利益和 为自己的解脱 如果你忙着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其他的当然有些 可能我们作为出家人 跟一些在家人的看法和生活的价值观 不一定是相同的 如果你们觉得 我说得太过分的话 希望你们只是了解 但我觉得所谓的出家人 应该有这种同感 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来讲 短暂的人生当中 为了来世 也就是说为了众生 应该发一个非常殊胜的心 做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想发心的 因此希望大家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修行的目标 自己什么都没有目标 那就跟疯子没有什么差别了 应该 我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我已经做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了 自己呢 我明天死的话 还可以 我跟其他人相比较起来 也许我明天死 那明天死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每一个人心里应该有 这样的一种打算 这是一个希望 那么下面讲的 没有获得人生的过患 分两个方面来宣讲 首先如果我们 没有得到人生 来世没有得到人生 那就不能行持善法 非常遗憾 讲这个道理 凭我此心所难得人生 若不得人生 偷恶发善心 他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些凡夫人 所作所为 用我们的行为来推测 以后非常困难 获得人生 假设说我没有得到人生 那必定是堕入恶趣 堕入恶趣的时候 有没有行持善法的机会 决定是不会有的 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考虑 这一点也是可能现在生活在一些 滚滚红尘当中的有些人们 每天都在兴兮嚷嚷的人群里面 忙来忙去 滚来滚去是什么呢 也是唯一的一个目的 做的 有些人搞生意 有些人为了获得财产 有些人可能也有一些 世间八法的行为等等 凡是各种各样的行为 自己也可以反反复复地观察 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所有行为 行持善法方面用了多少 行持恶法方面有了多少 但有些人可能在前半生 行持一些恶法比较严重 但是现在已经流转过来了 现在重新有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然后现在行持善法 如果这样 我觉得来时肯定有解脱的机会 即使没有解脱 那就不会都入恶趣当中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现在有些人的行为 就是每天都是杀生 血淫 说妄语 吃海鲜 一直就没完没了的 凡是每天起来 就是心里面也产生 都是恶念的 从来都是不行持善法的 如果这样 以现在的这种行为 那么不用说善解脱 身为缘觉 菩萨 或者说我们佛果 这样的善解脱 根本不用说了 连一个善取人身的身份 根本没有把握了 没有保障 如果是这样 没有获得人身 那一定会堕入在善恶趣当中 善恶趣当中的 不管是哪一个恶趣 我们在人间当中认为 旁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变成旁生 有没有行持善法的机会 绝对也是不可能有的 平时我们看见一些牦牛 或者一些骆驼等等这些 那么他们每天 造的恶业有意无意 都是造的恶业 是比较多的 而行持善法的 有没有呢 没有的 所以一般从佛经 或者佛陀的一些公案里面看 也是 行持恶法的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堕落的众生 也非常多 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龙王迎请到龙宫去 让佛先神通 到龙宫里去迎宫 当时龙王对释迦牟尼佛 面前这样说的 他说 我刚刚在龙宫当中降生的时候 当时我们这里 转生龙内的非常少 而逐渐逐渐 现在我们的龙宫 也是容纳不下 好像我们以前经堂里面 不能容纳出家人一样 当时龙宫里面 众生非常非常的多 他问世尊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 后来世尊说 我们这个世间人间 有许许多多的人造恶业 而现在造恶业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 都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堕入恶趣 我们也知道 所谓的龙内 还是在恶趣之内的 现在堕入恶趣的众生 越来越多 因此你的龙宫里面装不下 马上要维修的原因就是这样 开玩笑 当时也是有这样的公案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没有获得人身的话 一定会堕入恶趣 但堕入恶趣的时候 行持善法都是没有的 各位非常清楚 所有的身份 六道里面的众生 所有的身份当中 我们人道的身份 最好不过得了 以前《智弟子书》当中 也是讲的 我们三菩提的根本 就是现在的人身 不管是修道也好 度众生也好 人身是最殊胜的 而除了人身以外的 不管是天人也好 飞天也好 或者是什么夜叉 龙内等这些众生 根本不能堪为真正的解脱道 解脱道的所以 因此我们每一个 现在转生到人间的时候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大家有时候在空无一人的时候 可以闭目思维 自己真的这样想 我自己都是也这样的 任何人没有的时候 闷关着 心里面想 有时候感觉 哎 很好 今生当中遇到这么好的法 还不错的 但是修行的时间很短了 有点惭愧 又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感觉不管怎么样 这一辈子并没有恐怕 跟我童年的人和跟我 原来一起读书的很多人 想比较起来的话 算是自己选择了这种道路 这种道路以后 在相近二十年当中 从来没有产生过后悔心 我出家以后 别人过得那么幸福 别人过得那么快乐 根本没有想过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到 哎 他们可能世间生活很美啊 的确是有时候有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错了 这样从来没有想过 但现在好像不管怎么样 一看见在家人的时候 就从来想不起来 哎 他们的生活很美啊 我拥有这样的多好啊 从来没有想过 这也是可能是三宝的加持 我感觉我们的人生 的确是非常难得 这种难得的人生用在修行方面 最好不过的用在修行上面 当然你最好如果有出家的因缘 是以出家的身份来修行 如果出家的因缘 实在是没有的话 当然现在也是 不管是西方人 东方人以在家的身份 修行佛法是非常好的方法来过的 不管怎么样 有些政府官员里面也有 一般有些条件不太好的 一些农民 牧民当中也是有的 关键是靠自己的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 很好的修行人 你的生活自己可以摆正 自己可以超正 这一点我觉得 当然有些人属于在别人面前的 什么路婆 我也接触过很多人 有些人实在一点 自在都没有 每天都是要伤疤十个小时 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 他心里面非常的虔诚 一定要想学法 但是一直属于别人 这种控制下的人 也是比较特殊人 但是自己内心当中 也有一些念咒语 看书 凡是作为一个人 我觉得关键是自己 如果你自己的心比较堪朗 应该成为解脱道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是 我们这次没有转生到一些旁生当中去 也没有转生到一些 便秘的地方去 很荣幸又听到了佛的名号 而且归于佛门以后 我想我们大家 如果不珍惜时光 以后千百万劫当中也是不好得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人身 而流转到善恶趣当中 那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行持善法根本算不上 前一段时间也 我们再三地讲过 现在再怎么样 聪明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什么海豚 它们旧人 现在世间上也有 很多精彩的一些故事 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做一点 片面的一些善事而已 真正的心里面生起出离心 心里面生起菩提心解脱的因 产生解脱因缘的这种发起 任何一个旁生也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是以前释迦牟尼佛的 广传里面所讲的那样 佛陀转化 转成一些君马 或者是一些复菩萨的化身等等 当然我们现在 二位目睹的就是旁生 除了旁生以外的 饿鬼和地狱的众生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转生到那里的时候 在修法的机会都不要说 连自己生活的自在都是没有的 如果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没有 哪有修法和行法的机会呢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这是一种佛教的说法 这是一种传统 千万不能这么想 我们佛教的每一个道理 全部是通过教证 通过理证 一一可以真实的 这一点每一个人来讲 我觉得应该深信不疑 如果你们有一些疑问 我都今天这样想了 我们这个因明当中 以后可能要讲一下 《施量论》的第二品 第二品里面主要讲 释迦牟尼佛成立为量师父 如果这样 对释迦牟尼佛的话 大家都可能 生起更大的信心 如果对佛的话 百分之百多信任 就这样的话 佛陀所说的这些 所有的甚深因果道理来 证实我们的很多事实 所以说我想大家应该 首先对佛法有信心 感到自己现在活的人生 修行佛法 应该感到高兴 不要天天都用一种 小极的心态来 我现在已经出家了 我现在学佛了 好像很多人也对我反对 是不是我搞错了 弄错了 那怎么办 实在不行的话 我过一段时间就不学嘛 我那就跟着他们去吧 不能这样想 我们现在再怎么样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自己的信心和见解 是不能推的 原来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人 有些时候我们给别人 随便随随 说话 就这样可以 没有什么的 但是关键的问题 每个人来讲应该自己 里面有一个 就像开车的人 他关键的时候 他自己刹车 不管别人怎么样说 他自己刹车 所以我们修行人 你关键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自己的刹车 不要放弃 不然你翻车就完了 你自己也会不行了 好 下面就是下一个颂词 他这里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具有行持善法的缘分 那么行持善法的缘分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如理如实地精进行持 那这样下场肯定是善恶趣 善恶趣里面有痛苦 有愚痴 那那个时候我就怎么办 一点办法都没有 非常可怜 我们有些人 自己的房子买不起的时候 我现在房子买不起 怎么办啊 哎 我今天路上搬到了 怎么办啊 我今天下东西的时候 头已经碰到了 怎么办啊 其实这些怎么办呢 小的事情应该有办法的 但真正我们堕入到 善恶趣当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办法的 非常的可怕 最好现在获得人身的时候 不要堕下去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以得到的 下满难得的人身也得到了 特别难以遇到的 善知识和一些正法也已经遇到的 尤其是转生到佛教圣地的宗陀 在这样的方方面面的因缘 都全部已经具足了 如果我们这么好的因缘具足 条件顺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行持善法 没有行持善法 自己经常放逸 经常散乱 懈怠 一直把人身的 这种特别珍贵的几十年 就这样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那么以后 我有没有解脱的机会呢 非常困难 当然有些人你光是懈怠 天天都是不造恶业 你天天睡懒觉 我觉得无利无害也算是可以的 这种人还不错的 对别人 原来我们上师 也不是讲过吧 你到了学院以后 如果实在不能闻思 不要到别人家里去 影响别人 你自己天天地睡懒觉 你吃完了以后睡觉 这样的话 上师的意思 我当时觉得是密意 他这种人 也算可以不造恶业嘛 整天都是他自己吃一顿饭 以后睡觉不造恶业 然后什么时候死了呢 虽然没有善业 但是恶业没有的 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 不是这样的 每天都是造恶业 特别特别的可怕 如果你整天都是这样造恶业 没有行持善法 那么怎么说呢 以后解脱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如果以后解脱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那么被各种痛苦 愚昧 一直控制着你 比如说我们不说 善恶趣当中转生 平时我们人间的时候 人生特别痛苦的时候 有没有修法的这种兴趣呢 决定是没有的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特别累的话 我连看书也不想 念经也不想 让人特别愚笨 也不行的 因此有时候 我们身体稍微不好的时候 原来身体好的时候 那种行持善法 那种精神没有的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 转生到地狱里面 旁生里面 那那样的时候 行持善法的机会有没有 地狱当中 以前上师也不是讲过 很多窍诀书里面也是有的 一般来讲 那个时候的众生 非常地痛苦 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 连一刹那这种忆念的 机会都是没有的 在这种痛苦和折磨下 有没有修行的机会呢 就决定是没有的 所以就像我们昨天 约承论师的教证一样 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 一定要详尽思恶法 保护自己 这一点 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不要放弃 对你个人来讲 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如果你再下去 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前一段时间 世间的有些人说 我的亲朋好友打架了 打架以后 现在关在什么什么锁里面 那过一段时间 听说是要判信 如果真的判信 我们怎么样想办法 也是捞不出来的 看有没有办法 一直叫我去搞一些关心 因为现在的社会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后来不管是 有很多人和非人的加持 就没有下去了 算是在门口救回来了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觉得 我们得人身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 最好不要堕到地狱和恶鬼里面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这辈子 没有对自己对自己负责人 你随随便便造恶业 随随便便害一些众生 依靠这些恶业 你堕下去的话 或者是你前世的一些罪业 没有忏悔的话 那真的我们到了善业去 那就没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 珍惜这种机会 不能放逸 这是我们这一品当中 主要讲不能放逸 你如果这样放逃 就非常困难 当然在这个时候 你在上师面前好好地听法 有时候很多人 有这种学法的机会 听法的机会 我觉得是来之不一样 包括我们现在也推广一些 这种方式来传讲 然后外面的有些人特别地感动 也很愿意学 有些人觉得是 学也可以 不学也可以 也有这种态度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 对你有利是 我们是最希望的 但是真正的一些善知识 以前也是从过历史来看 下面的人一点都不整齐 这样的时候 不一定有很大的兴趣 我以前记得 《银城会议录》里面 有一个银光大师的一段情节 里面就是说 他最初的时候在上海 传讲佛法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人非常多 但逐渐逐渐上千人的 慢慢慢慢就了严无几 人数就非常少了 后来大师生起极大的严厉心 他说 我现在这样传讲 好像很多人来讲 是不是成一种影响 就没有多大的必要 后来专修为主 并没有长转法轮做事业的主题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自己因缘聚合的时候 对佛法应该是对自己 有帮助 有利益的一些佛法 最好不要退 我觉得现在有些道友 对佛教是非常的积极 对修什么法 自己都是有一定的信心 但有些人可能自己的 性格的原因还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算是比较积极 慢慢慢慢已经退下去了 这样是不太好 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自己身边有一些善知识 有一些好的道友 最好不要离开 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我当时跟他们也讲了 你们最好现在好好地学习 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掉下去 我是没办法找不到的 大海老增 根本没办法 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当然其他的善知识 有其他的方便方法 但是我们只有这种方式来 宣讲一些佛法的道理 你的相续当中真正有一点利益 然后你的行为上师 有一点取舍因果 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收获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想起来 法王如意宝对我们的恩德 的确经常这样想 如果当年上师没有给我们用显宗 用密宗 这些知识这么多年当中没有宣讲 我们现在的下场 我们现在的生活变成什么样 我是经常这样认为的 虽然学佛也不可能 一天两天立竿见义 马上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效果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人来讲 没有效果是不可能的 因此大家对听法 对有些修法还是很重视的 前一段时间有些人说 外面什么书 什么劫 我要去 当然 受劫的功德非常大 我们也很随喜 但是现在正在学习的时候 最好自己的相续不要断了 你断了以后 劫上的因缘有没有也不知道 所以暂时我们有了 佛法传讲的机会的时候 你把什么事情都觉得不重要 一定要把这个抓住 这一点每一个人的心态 我觉得也要调整 下面讲的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人身 不得善取 讲这个问题 即为行诸善 夫及众恶业 总理一意皆不闻善取 他这里说 如果我们转生到恶趣里面 那就根本没有 行持善法的机会 反而在恶趣当中 积累无边无际的罪业 如此一来 只要堕入善恶趣 尤其是堕入地狱 经历一一劫 从中解脱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甚至连善取的 也就是说人间 天间 这样的名称也是听不到 既然你名称都听不到 转生到那里行持善法的机会 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现在获得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最好不要堕下去 这就是变成一个开端 而我们全知无果光尊者 经常在有关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 不管是信心修习也好 禅定修习 里面都是这样讲 现在一刹那也是不能散乱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日日夜地行持善法 我们的传承上师们 虽然他们生生世世当中 行持善法是如是的得利 但是现在 别人要求也是这样的 然后自己行持善法 也是如何的 大家应该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这种实际 而我们凡夫人生生世世 造的恶业也如是多 然后现在散乱的 也是不对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差别相当大 以后我们也应该 跟随高僧大的足迹 千万不能堕入善恶去 一旦堕入善恶去当中 当然他们行持善法的机会 都是没有的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现在世界上哪一个非常聪明的众生 真的行持善法 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 那我们可能 一个公案也是举不出来 虽然世界上这么多的旁生当中 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个 让他行持善法 恐怕是举不出来 而行持恶法方面 不说地狱恶鬼的众生 包括我们现在旁生界的众生 也相当多的 以前记得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 当时说 他老人家在有一次 闭关的官房屋檐下面 有一个山雀 山马雀 然后也有一个斗卷 一只斗卷在那里 后来那个山雀的窝里面 小鸟刚出来的时候 有一次那个斗卷吊着它 然后吊着它 最后从空中扔下去 吊在地上 随时在地上 就死了 它的那个小鸟就死了 后来那个山雀 特别地不高兴 一直想给它报仇 一直这样 后来有一次就不知道 山雀从哪里吊了 就是找到一个小虫 小虫吊在屋檐下面 然后后来 上师有一次看了以后 这个斗卷就吃了那个 刚才那个小虫 最后它吊在空中而死了 一直被风挡来挡去 吹来吹去 后来上师如意宝 详细观察 详细观察的时候 原来这个山雀到外面 就找到一个小虫的尸体 然后小鸟的尸体里面 传了一枚很小的钉子 然后钉子的一边 用西线缠着 西线一边缠在屋檐上面 一边这样掉下来 结果那个斗卷 看起来是一条小虫 然后他吃了以后 在肚子里面钉子 马上横着吊死了 所以当时上师如意宝 他觉得好像 这种手段 比人还聪明 有时候人真的要抓这种斗卷 恐怕很费力 不一定能有肉食 所以造恶业 真的有些旁生 比人 以前我们讲 开启修行门斐的时候 也是已经讲过 造善业 连发心也好 连住业也好 转塔也好 什么都他们都不会 业力如实的深重 而造恶业的确是 他不管是 生嗔恨心也好 贪心也好 嫉妒心也好 什么这种最严重的 新的恶业全部具足 然后什么邪淫 偷盗等等 全部像我们人间的老鼠等等 很多也具足的 所以我们真的 转生到那里的时候 特别的可怕 有时候我们身边的这些旁生 看来也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我身边的鸭子和鹅 两个大鹅互相打架 打架的时候 他们嘴里面含着滚棒 然后互相打得非常厉害 而打得也是不是一般的 旁边很多的鸭鸭 他们都不敢过来看 他们远远地藏在我里面 一直看他们在打架 稍微胆子比较大一点 想过来劝 但是劝不开 后来因为人来劝 也是劝不开的 这些都是事实的 所以他们造恶业 真的什么方面都是有 听说我们学院 还有一个老和尚 他们前一段时间 放生过来的什么鸭和鹅 他就害怕 他们造邪淫罪 每天都是 功德和母德分开 有些道友说 他们不会吧 他们没有受别解的无解 老和尚 凡事不管怎么样 就是认为一定要 男众亲世和女众亲世要分开 每天都 他是严格要求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这样可能每天都这样 也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 转生到这种世界当中 造的恶业 我们怎么样控制 也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只不过给他们的耳边 念一些佛号 这只要应该 功德很大 所以我们身边的一些旁生 不管在哪个地方的旁生 看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造的恶业 什么都可以圆满 然后行持的善法 根本没办法成功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自己也是看见这些可怜的旁生 应该这样想 最好我不要转成这样 一转成这样 真的解脱的希望都是没有的 已经完全都是判了死刑的了 判完死刑以后 你从法庭当中解救出来 恐怕是没办法的 你搞检察院也好 搞法院也好 怎么样 也是可能没有用的了 所以我们还没有判完之前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那个人给我提的建议是对的 他希望他的亲戚 不要判下去 一判了就没有办法 他还是有一定的智慧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获得人身的时候 最好不要堕入恶趣 如果没有堕入恶趣 自己相续当中 有一点菩提心 以后获得一个人身 获得一个人身很有可能 就是以前自相续的善根 就会复发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遇到上师 遇到我们有些人说 我从小的时候 我想上师好像很慈悲的 我可能有前世的善根 有这样说的 的确也不管是 出世间方面也好 世间方面也好 应该从小的时候 这种善根也是有 世间方面也是 现在是非常多的 国外有一个心理学家 人也是精神病专家 他写了一本书 那书里面说了 他的一个病人 他一生下面的一个人 他以前是世界上是非常出名 歌姓朦露的转世 然后他是怎么样说的呢 他从小多时就想起了 他自己前世这个 以前朦露他唱的那些歌也会唱 而且很多事情 在他面前可以影响 后来很多人觉得有点奇怪 专门给他做了一些催眠实验 催眠实验的时候 当时在朦露一生当中 很多死人的一些因素 谁都不知道 因为他当时比较出名 有很多历史战 专门要研究他的一些身份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他通过催眠的时候 也可以说得出来 然后晚上的时候 他自己都完全都变成这样 声音也非常强 而且他的性格 心态 什么都非常强 所以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认为的确是人有前世后世 他就是他的这种转世 我想我们通过这些世间的 现在科学也好 人的一些真实的事情 可以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前世和后世 那么如果我获得一个人生 我可能后世自己是 什么样的修行人 什么样的对喜爱大乘佛法 这个习气 可以用苏醒的这种机会 如果我们转生到旁生里面去 地狱里面去的话 虽然你的相续当中 有这种种子 再过几百劫以后 或者很长时间以后 可能会有复苏的这种机会 但是现在暂时 根本不可能这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特别忙 你再怎么样也是 连观音信咒的机会都有 可是旁生和地狱里面的众生 有没有这个机会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应该观察得到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向着学习的机会 这一点非常关键 下面讲人生难得的依据 通过教证和理智两方面来讲 那么教证来讲的时候 这个比喻大家都是应该非常清楚的 因为我们如果有人想 到底人生难得有什么样的教理呢 这就是我们大吃大白的佛陀 在《杂阿含经》 还有一些《花丛经》等等 有很多的大乘经典当中 已经宣说了 人生确实非常难得的 那么人生难得 通过比喻来宣说的 整个三千大千世间 变成一大亡羊 然后在亡羊的地下 有双母十名的盲鬼 盲鬼一百年当中 它出来依止海面 而海的上面 海面上具有一个小空蟹的木鹅 木鹅被东边和西边的风 可以吹来吹去 没有固定的位置 但是木鹅的这种空蟹和 然后盲鬼的这种境 有时候有偶然的机会 也有遇到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个 是一种假设句也可以说 或者从隐蔽的角度来讲 他们永远也不会相遇 有没有这种理由呢 谁也取不出理由 因为他是有偶然的机会 也有相遇的时候 所以我们 如果从隐蔽的角度来讲 他绝不可能相遇 谁也不敢说的 因为世间上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理据 这是相识因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学隐蔽的时候 大家应该清楚的 既然说他是一种不定 也有可能遇到 那么人生比这个还要难得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就是以前《功德藏》的讲义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人生是那么多 不可能这样 人那么多 其实我们从旁生 或者地狱的众生 或者饿鬼的众生 相比较起来的话 人生的确是不妥的 就像是一个蚂蚁窝里面 或者是一个湖泊里面的众生 一个森林里面的旁生 相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一大城市里面 算几百万人算什么 根本不算什么 尤其是行持善法的人 就是非常的难得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也是 他对一个猎人这样讲的 本来佛陀说 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像你这样造恶业的人生 也并不是很难得的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为什么是那么多呢 这些是造恶业的 非常多 真正具有下满的这种人 这是在不管大城市里面 别的地方还是很难得的 所以佛经里面的一些比喻 主要是行持佛法的 具有珍宝人身的角度而言的 如果这样 那的确是几百万人当中 真正日日夜行持善法 向往解脱的人有多少 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有没有 我们自己也是可以顾解 所以佛陀说 真正修行善法的 了知今生来世的人生 是相当难得的 原因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阿难如太经》 有关经典当中都说了 我们增严当中 比如说杀豌豆 一般在增严当中 不可能停留的 那么人身比这个还更难得 有些经典 以昙花难以显示 以这种比喻来 人身这种难得 不管是怎么样 大家 每一个人有这种想法 人身的确是很难得的 既然得到这个人身 我就不能顺便控好 不能放逸 一定要精进 所谓不放逸的意思 就是自己要注意 小心翼翼 我现在如果没有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特别度的 一些悬崖上过去的时候 我一定要注意啊 没有注意的话 会不会掉下去 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门上面 放壮葬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喇嘛跑上去 然后爬到上面去了以后 一看到这是五路层特别高 然后特别地害怕 一直抓着什么都不放 就是如果我们对现在 特别害怕恶趣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真的是 就是肯定会好好地修行 哎 我来世呢 就像以前的高僧道德 很多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这些人 多恶趣就多恶趣 哎 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像现在世间的 有些坏人一样 有些世间坏人的话 哎 我关在监狱里面有什么 关在监狱吧 那可以啊 监狱里面也可以过山花 他的态度是非常愚痴 有智慧的人一看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 哎 我现在人生就人生 我下跌就下跌 变成旁生就旁生 无所谓 如果这样的心态 我们愚痴到积淀了 不应该这样的 千万千万不能下跌 大家每一个心里 有这样的觉醒 我们会精进修行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了 如果真的想念破了讲些 嘛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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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astian什么嘛 嘛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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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嘛嘛 bree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